好 来看到前走马英九呢是二度访问大陆 那么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重头戏 这一回有没有马席二会 先前呢在出发之前有传出 4月8号可能会有马席二会 不过现在大陆官方在4月6号 也向随团的媒体宣布的消息 在4月7号从陕西抵达北京之后 当天并没有采访的行程 那么在最新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4月8号上午会来参访卢沟桥抗战馆 下午参访北京故宫 当天晚上呢会有北京市领导的宴请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行程看起来 目前是没有安排马席二会 所以大家也有个这个悬念 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呢 现在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先请教丽将军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有马席二会 不然的话这个因为就两岸来讲 现在来非常的一种就是兵凶站委 而且气氛非常不好 从中之下马英九这时候到大陆去 我觉得不管是大陆方面 或者是我们台湾方面 我们两边都很期待 他们两个这个领导人能够有一场见面 然后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两岸之间 第一个在兵凶站委有一种降温的作用 第二个也启发一种就是 这种气氛 双方来讲还是有机会做和平统一 我觉得蛮有这次去我仔细观察 他每一个行程都有代表他 很深远的一个政治海域 待会我们一一来看看到底呢 在这个每一个点有什么样的意涵 那也请教亮哥看到原先大家期待 可能是4月8号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4月8号当地的行程 是没有这个安排的 不这个现在大陆没有新闻 台湾也只有磨爆有独家新闻 我觉得他大概是看到大陆目前的行程公布 没有这个行程 那指的是4月8号 可是大陆类似这种行程 有时候是明天才公布 明天是4月7号 那另外就是你也不知道 那4月9号有没有你也不知道 因为马英九去北京4月8号 然后11号才回来 对11号才回来 所以还有好几天啊 那马英九早上有拍 他大概他行程其实也不多 因为他早上的行程也是在 北京城内在看博物馆 所以那个弹性蛮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定论 因为大陆 前一天要把他安排进去也是可行 我大陆并没有新闻啊 到目前为止 而且以马英九做事情这么谨慎 我难以想象他没有敲定马席会 那干嘛去北京啊 所以一定会会 因为如果没有你去北京干嘛 对不对 他上次就真的没有去北京嘛 因为他知道没有嘛 那这一次已经有确定就是在这边了 而且这一次是国台办邀请的 而且他第一天就见到宋涛了 一个月前就去整理那个马园 是啊 已经都已经做了这些动作了 很多主要是宋涛啦 宋涛第一天就见他了 他去年宋涛是第四天才跟他见面 所以我觉得 而且宋涛传达的意思 他也传达了习近平对他的致意嘛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那个只是那个记者 看到道路那边没有这个行程 他就顺手把它写出来 可是这样看两岸看得太表面了啦 是 好所以就像亮哥讲的 江云讲的 会是一定会会 这个只是时间点的部分 就是新闻媒体 他们可能很慎重在做这个发布啦 毕竟这对两岸来讲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 那选择在什么时间 什么样的情形 什么样一个场合会面 可能我觉得新闻来讲 一定会慎重安排 对双方的幕僚人员 也会做一个慎重一个沟通 然后再正式对媒体做一个发表 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回每一个行程 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嘛 那么在4月6号来看到 马前总统呢 在今天好是参观了这个 在6号的部分 是来参观了这个 行驶皇帝龄博物馆 兵马俑博物馆 那么这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个 八大奇迹 在这个部分是由 到了国台办副主任 主管民来陪同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边看了先后参观了 那么这个马英九 不仅对兵器战车演变非常有兴趣 而且观察也十分的入围 他在4月5号上午呢 来到马云池 那么是这一马家的 汉代先祖马云 那么同时呢 官方也展出了 他的父亲马赫林 还有马英九自己的提词 寻根马云墓 祭拜马云墓的时候呢 他也在马赫林 亲自种下的树旁边来合影 那么同时他的籍贯是湖南 他说祖先的祖先 是在陕西扶丰纳汉代 扶勃将军马云是自己的元祖 到明代末年 马云的一只后尾 辗转来到湖南 自己是这一只的后人 这个马云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做 这个马格果斯 就是马云讲的话 另外我们还经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话虎不成反类权 也是马云讲的话 所以马云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他留下很多 不管是在这个历史上的 这些成语或者干嘛 都有留下来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说 马云有在告诉国人 我们要深重追隐 我们一贯一卖流程 虽然说我现在到了台湾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祖先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特别讲说 他的这种就是我们池塘 就是中国历代有一个池塘 池塘上面有一个塘号 叫福丰 就是他这个陕西这边来的人 那我再补充一下讲说 今天为什么去看秦始皇 秦始皇做了中华民族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统一六国 所以这也是意义很深远 就代表如果当初不是有秦始皇 统一中国的话 我想中华到现在为止 可能跟欧洲一样 就分裂成好几个国家 可能继续这个样子 那中国是从秦始皇开始 能够统一六国 车同鬼 苏同文 也就是从秦始皇开始 然后之后秦朝汉朝一脉相成 到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每一个点都安排的非常重要 那另外在前两天好 他去一个地方就是皇母军校 因为我是军人对这个特别敏感 那我也接着下来 因为再过几天6月16号 就是皇母建校一百周年 这个那这个日子代表什么呢 就是赖清德到底要不要以 这个总统的身份去主持皇母军校 建校一百周年的这种纪念日子 那蛮有先去的到皇母到这个广州那边皇母去代表他是什么 就国民革命军一向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蛮有去那边代表说是我这是军校是一脉相成下来的 我是纪念皇母军校一百周年 那你赖清德你是要不要从民国39年 也就1950年开始在台湾副校 所以大家就在观望 我们这时候我们这些PG人在观望说 你赖清德要不要去主持皇母建校一百周年的校庆典礼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 你是三军统帅 那这个以往来讲的话 不管是金国先生或者是这个之后李登辉 他们都会去主持皇母建校的周年纪念 那你现在赖清德 蔡英文也有去 但是蔡英文去年去的时候 让我们非常很难过 因为他没有对国籍国父一向行径理 这是让我们军人都一直记在心里 那你到底承不承认 你是中华民国国军的三军统帅 那赖清德你今年去不去 其实我们也在观察 可是我很高兴满意就去了 而且他到皇母军校 这个代表的意义特别深远 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继承皇母的一个传统 然后从孙中山先生过来 这个继承下来的 另外我要特别讲 他在孙中山故居的时候 他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他讲说 两岸要互相避战 要共创和平 最后他接着讲下一句话 他讲说要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 所以他讲了两句最重要 虽然说分开来讲 但是一把结合在意就是要 和平统一中国 所以他已经很明白的讲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共同期待 绝对不要说大陆 他就是告诉你习近平 我们不要武统 对不对 我们两岸要和平 要统一中国 这是他讲的一种话 只是说他很计较的把他分开来讲 所以马亦有这次去大陆的一个参访 我都每一个细节我都仔细去观察 不管到孙中山先生过 顾居啊或者是到这个 到马元池选择4月5号去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 这些我觉得都带来很深远的含义在里面 接下来我觉得众头戏是跟习近平的见面 那我特别要讲 马亦有这次去大陆 他已经没有党职的身份 也没有公职的身份 他大可以很放心讲出来 他自己内心的话 因为你内心的话也代表了 我们台湾很多人心中想要表达出来 不要说台湾老师这种 就是这种 只有绿营的声音在压制住 那蓝营里面像我们这些 这个正统军校出声的 声音都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马前总统也把你们声音给传达出来 你应该要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你应该勇敢的讲出来 我们台湾就是要和平统一 我们不要战争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马英九他的个性 他什么样 他其实是有一种很固执的个性 就是湖南人罗子那种个性 他坚持要做生他要坚持到底 所以他这次去 他代表一种就千万人无王义那种心态 他会不会骂他一定被骂 对但是也很压抑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好像绿营对这次 对他声量没有骂得很凶 可能也是觉得说自己在这种 兵凶站围两岸之间形势不是很好之下 能够有一点和缓的趋势 最后我想讲两句话 就是这个恒美冷对千夫子 扶手甘为如子牛 我觉得用这两句话代表马英九 这次去中国大陆见习近平 最重要的两句话 你在台湾你就不要有任何顾虑了 你要勇敢讲出你要讲的话 而且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两岸同胞 这个中华民族之日 所以是永久的和平相处 所以你要扶手甘为如子牛 是为了中华民族 你应该讲你应该要讲的话 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好可以听得出来 立将军有这个深深的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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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